李先生在海口琼山区野海大道的棕榈园小区买了一套房 2018年交房并装修完毕 一家子原计划2019年的5月入住 可是时至今日 他们始终没办法搬进去住 究竟怎么回事呢 记者来到李先生家看到 一线门的地板上放着两个装满水的水桶 李先生说水桶里的水全部都是墙上的配电箱内滴下来的 这一块这个电线这里嘛就是开始漏水嘛 然后漏的话呢从18年开始漏 然后漏基本上量已经漏的有那么多了 这是两年的量吗 对 差不多 一直漏 然后的话呢 又因为它漏了之后 这个喷煙箱这一块基本上就是已经用不了了 通不了电 李先生说 2018年底 家中装修完后的一段时间 墙面开始出现一块水印 2019年5月 一家人准备入住址 发现一打开灯就出现跳闸的情况 经过检查 才发现配电箱内有滴水的情况 为了安全起见 他选择将电源送闸关闭 而直到介绍采访时 滴水的现象仍然存在 然后你看这个 就是这个变电器 变电压这些东西 全部都已经 这些都是已经坏的了 这些都是已经坏的了 一通电就造闸 一通电就烧了 就烧了 那你肯定做不了 那要不然 甚至说火灾 可能也有可能就会发生 由于配电器滴水 安全隐患重重 在查找出漏水原因前 他们一家人只好在外 租房子住 2019年发现漏水现现后 李先生最先联系小区物业 一同到楼上查找问题根源 之后物业协调开发生 海南培尔什叶有限公司 继续寻找滴水的源头 开发生将楼上住户门前的 地砖刨开后 发现大门底下存在渗水的情况 初步判定 李先生家楼上的入户水管 就是问题所在 之后物业准备进一步协调 楼上业主将大门内的地砖刨开 找到准确的漏水点 做进一步处理 却遭到了对方的反对 因为之前一直是 一种方案是要挖开大家里面的话 他可能抗拒 比较抵触 第二种方案还没跟他在沟通 现在今后看怎么沟通 后再决定 现场物业试图联系楼上业主 对方称不方便出面协商 而开发生也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 也就是废除楼上业主家 原有的入户管道 重新从侧面阳台 引进一条新的入户管道 物业和辖区街道办的顾作员表示 后续他们将继续楼上业主协商 用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解决滴水问题 让李先生一家早日入住新家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我们不想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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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转入